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霆 在泰国举行的第35届亚洲自由车锦标赛 中华队勇夺九面金牌 四面银牌和两面铜牌 金牌数创下中华队参加亚锦赛以来的新记录 其中新竹仰德高中的张瑶表现最优 他用借来的自行车夺下了三金一银 而台湾自由车天后萧美玉在个人全能赛跌倒受伤 但他忍痛爬起来继续奋战 成功拼回一面铜牌 中华队挑战泰国举办的亚洲自由车锦标赛 夺下九金四银二同 写下中华队在亚锦赛的最佳成绩 也在15支参赛队伍中惩罚群雄 其中台湾自由车天后萧美玉在个人全能赛虽然跌倒 最后仍抢下一面铜牌 另外青年女子组的选手张瑶拼得三金一银 成绩斐然 张瑶这个选手他比较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有时候在跟他沟通上面需要用蛮多的技巧 让他慢慢接受 慢慢接受 以他为荣 是 那也希望就是说他能够继续保持 因为他已经准备要升大学了 张瑶就读新竹仰德高中 同校的选手李敬毅也有一金一银两面奖牌进账 他们都谦虚的表示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比赛的话就是增加经验 然后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兴趣 然后就是完成自己的一些理想 目标是放在118年亚运 对 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扎实往上进步这样子 台湾新一代自由车好手拼出佳击 放眼未来赛事 期许成为世界级选手 却也烦恼台湾没有室内场地 缺乏硬体资源等问题 同时练习和出国比赛的开销 也是不小的负担 独排选手和国人分享荣耀的同时 也纷纷向政府和企业喊话 希望各界多多支持台湾自由车运动的发展 主要社记者刘德仓和乐报道 2015年APAC亚太经合会 第一次资深官员会议 日前在菲律宾克拉克特区登场 台湾团一行16人 由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周台主领军 会中除了提出全场最多的四项倡议被大会接受外 台湾也顺利加入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特别工作小组 不被排除在这个区域经济整合体之外 我们在21个经济体当中 大部分的经济体提出来的那个initiative 就是那个倡议只有大概一个最多两个 那我们中国台北今年是非常好 我们有四个倡议 召开资深官员会议 主要是为今年的APAC优先钢城奠基 包括区域经济整合 促进中小企业参与 投资人类资源 以及打造永续且具弹性的社会等 台湾提出的倡议不仅符合上述方针 对APAC的贡献也获得大会主席肯定 这四个倡议主要两个跟中小企业是有关 另外一个是跟天然灾害防治 最后一个跟粮食损失的这方面是有关系的 那那个我报告完毕以后 获得那个Song Chair 就是菲律宾的那个 就是知识官员的主席的肯定 他也一再地肯定 我们台湾尤其是在中小企业这一块 对于APAC的贡献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APAC一连串相关会议 就合作方案及倡议完成讨论之后 将提交到部长级会议 最后于11月在马尼拉召开领袖峰会 检视年度成果及未来发展目标 中央社记者林行健 克拉克特区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记者 贾加达 泰国麦克图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新年快乐 央年来了 三阳开泰 每个人都喜羊羊 哈喽 各位中央社 全球视野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曾佩茨 在这边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5年是羊年 首先要祝大家羊年 行大运咯 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金普聪 因健康因素请辞 一缺由前国防部长高华驻接任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 普瑞哲 日前出席华府智库研讨会 他表示 相信金普聪离任的说法 I have no doubt that President Ma values Dr. Jin's ability and his loyalty and his commitment to President Ma's policies so in that sense I think he will be missed I have no reason to think that the reason for Dr. Jin's departure is anything different than what he says it is 对于金普聪离任后 国民党的未来发展 普瑞哲指出 国民党必须好好整顿一番 民进党和北京当局对九二共识存在认知差距 博瑞哲表示 九二共识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下达成 不是两个政党间的协议 他相信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仍在拟定两岸政策 也了解这是必要任务 We are not by definition opposed to the DPP What concerns us is the policies that the DPP proposes and might pursue and so I think that American officials will be waiting with great interest to hear what they can about the policies of both parties 美国东亚助卿罗素日前也提到 美国信守一个中国政策 将和台湾持续发展稳定的非官方关系 庄社记者廖汉原华盛顿报道 迎接农历新年 新加坡著名的牛车水年货大街 挤满采买人潮 各式干货 礼品 业绩翻倍 象征吉祥的凤梨塔 更是新加坡人过年必买的甜食 业者在春节前夕赶工出货 订单接到手软 新加坡人喜欢吃凤梨塔的原因是因为 凤梨塔在福建化是 往来有一个旺很旺的意思 新加坡的凤梨塔的特色是 那个凤梨是放在那个牛油皮的外面 而不是包在里面 这样它上面也可以做很多的 那个装饰看起来比较好看 除了年货大街 花式生意同样抢抢棍 不少民众指定要买开运竹 和四季级等盆栽 期盼扬言带来好彩头 那我们非常注重的就是开运竹 因为新加坡人非常注重风水 或者好运开个好运年 四季级就象征着四季都平平安安 积极祥祥的过下去 那这个也是一个好象征 平时人们都是买一对 来送给亲戚朋友 或者送给公司里面的人 另外象征大吉大利的柑橘 在过年期间市场竞争激烈 从台湾进口的碰干 皮薄香甜多汁 尽管价格比大陆柑橘来得高 人生受新加坡民众喜爱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新加坡报道 举办啦啦队Lami Girls 举办万中选一帧选会 14位参赛者中有专业舞者 还有前体操国手 哥哥使出浑身解数 竞歌热舞 要抢唯一的入选名额 沒想到經過兩輪PK 有五位女孩拿到同分 讚各具特色 球團決定全數錄取 Lami Girls新添五位心血 共27人 是中職陣容最龐大的啦啦隊 最後出來的這五位 有一些他外型相當的亮 有一些他有歌唱的技巧 那有一些他在跳舞 更勝於現在舊有的成員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這五個 其實是我們這兩年來講的話 可以說水準相當高的五位女孩子 哈囉大家好我是孟潔 哈囉大家好我是張婷 因為我喜歡跳舞還有表演 然後希望可以在球場上 就是表演給大家看 常溫藝人編舞的藍波老師 也是棒球迷 這次獲邀 招擔任真選會評審 他表示評選重點 除了舞蹈基本功 現場觀眾緣也很重要 我覺得要有非常好的體力 還有非常 內心要非常強大 非常喜歡棒球 我常常在講 在這個舞台裡面來講 你就是這個舞台的巨型 因為你的一舉一動 操縱了所有的觀眾 你就是這個舞台 棒球艙裡面的蔡依林 五位新成員接下來將展開集訓 在開幕站登台表演 球團表示新球季已經準備好新舞曲 加上近兩年的應援歌曲 共一百多首 準備帶給球迷全新的看球體驗 中央社記者張欣偉 台北報導 2014年全球視野曾經報導過 芬蘭籍台裔男子柯尼的尋親故事 今年34歲的柯尼出生在台灣 一歲的時候被販賣到芬蘭的寄養家庭 多年來一直想找到親生父母 他透過中央社報導 終於輾轉找到 現居桃園龜山的親生母親 柯尼即將帶著家人 回到睽違已久的台灣 也將與母親共度第一個春節 後續更多消息 中央社全球視野將為您帶來 第一首報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 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張雅婷 我們再會 我們 downstairs 我們下一個級別的 關注到芬蘭的網站 我們下巡捕 王莊 幼 consciously 你從事都不中 是一個國外 我們下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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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巡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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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參加 感谢观看